記得補充水分 小心 別中暑了 溫度形態來說 我們就來看一看 今天的高溫究竟到多高了 先來注意到 最高溫的地方在哪裡 在板橋 板橋側站 今天中午的高溫到達了39點 因為這樣的溫度 已經比人體的溫度 還要再更高了 所以給你一個建議 上午10點到下午2點鐘 一整天當中最熱最曬的 是5.9 再來就是加以35.4度了 你一定問我說 高溫的天氣要持續多久 高溫的天氣還要持續 要持續到禮拜一 到禮拜二的時候 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才會要減弱 相對的 山區的午後震宇 在週二以後開始 才會要增多 所以這樣算起來 還有三天的時間溫度偏高 戶外活動消息 就是這樣 讓我們看來 這一下既然能夠 我們整個人下 delle 成員會減少 對這些時間溫度 在我們要收入 大約的時間溫度 能夠減少 我們只能夠渾過來 有一個鹹利的考慮 沒有考慮 有這樣下午看 找到高溫的部分 另外更重要是 因為是無人觀測站 所以資料的部分 並沒有經過校正 而是自動觀測儀器 直接回報 直接上傳過來的資料 就是這一些了 所以你會看到 許多的一些電話台 他們喜歡用這些數字來操作 因為數字越高 你越喜歡聽 但實際上我們要看 應該要看的高溫 是屬於局署側站的資料 所以我們從局署側站的資料 點進去看 大家就可以注意到 局署側站裡面 這些都是有人觀測站的資料 資料都是經過校正的 所以用局署觀測站 才是真正的觀測資料的 一個數值結果 這個部分讓大家來了解一下 再來我們就要來了解什麼 了解太平洋高壓了 整個高壓的勢力籠罩之下 在這個大的穩定的空氣塊之下 我們的天氣是晴朗 是穩定的 但是我們的風向 吹著有一點點偏著南風上來 風過了整個中央山脈 到了台北盆地下沉開始增溫 北部地區的溫度就飆到了 38度以上的高溫 這樣的溫度 明後兩天會更高 還記得我前幾天講的吧 明天是24節氣當中的大暑 一年當中最熱最曬的時候 剛好就呼應了這個節氣了 但我們再來就來看一看 整個北半球的衛星雲圖 你就可以注意到 在北半球的雲圖當中 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整個高壓的趨勢所在 在台灣上空 這裡是一個大的區塊 另外在日本的東南方 這裡也有高壓系統 整個系統來說 在高壓跟高壓之間 這邊倒是有些低壓區的在發展 對於我們來說 這幾天都在一個 高壓勢力的籠罩之下 晴朗 穩定 好天氣 天氣形態來說 明後天的週休假期 近海的風浪都在小浪 所以你要海邊活動的話 風浪還不錯 太陽的部分都非常的大 防曬工作不能少 給你一個意見 10分鐘以上在戶外 記得要注意防曬 要不然皮膚一定會曬傷 地面圖上也可以看到 整個高壓的勢力 是在我們台灣的上空 奔高海樂在大陸的沿海這邊 也有一個小的高壓系統存在 所以整個大的 穩定的空氣塊之下 我們是一個非常穩定的好天氣 但你注意 我剛剛有畫到低壓位置 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是低壓 這邊是一個低壓區 因為在日本的東南方 這邊也是個高壓 高壓跟高壓中間有低壓的存在 但我們這邊的高壓 時間點來說 6日1都是一個偏強的狀況 再來到了下週二 它要開始逐漸的退縮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了下週二之後 高壓的勢力會如何 高壓勢力將會逐漸的退縮 當它退縮之後 在我們的東方這邊有個小的低壓系統 那就要再來看看這個低壓系統 有沒有一些發展的機會 目前來看 當高壓退了之後 它會沿著高壓的邊緣的部分而移動 也就是說 高壓退到了日本的東方的海面之後 低壓系統就會沿著高壓邊緣 往琉球群島方向走 如果退得慢一點的話 可能會比較貼近於我們東邊的海面 當然系統發布發展 還有待觀察 等到下禮拜一 禮拜二 我們再來看看 不過我們到了下週二以後開始 倒是因為高壓勢力的退縮 使得我們的午後鎮雨狀況 會要開始增多了 這代表一件事情 高溫的部分也會因為 午後的時候 雲層的發展 雲層把陽光遮擋住 相對的到了下週二以後開始 山區有點午後鎮雨 下週三以後 平地的部分 午後鎮雨也會開始增加 所以這樣子炎熱高溫的天氣 六日兩天溫度最高 有過高 我們就來看看溫度的預報了 先來注意到 晚上的溫度 已經開始是有點悶熱的感覺 午夜之前都在30度以上 明天白天的北台灣地區 仍然在38度的高溫 桃園在37度 到了新竹就在35 苗栗34 你會問說 那為什麼這邊的溫度這樣 因為最重要 因為在海邊的關係 會有海陸風的效應 但是台北盆地就沒有辦法了 到了中部地區 天氣晴 溫度高 在中午的時候 戶外活動要多補充水分 南部的陽光也強 高溫的部分 恆春半島也有機會到達36度 東半部地區最主要 早上的7 8點以後 陽光就偏強了 到了外島地區 中午也都有在33 甚至到澎湖到34度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晴朗穩定的天氣到週一 三天的時間 週二開始山區有午後鎮雨 週三以後的Sappaho 要開始增多 但是北部的高溫要注意 甚至有機會到39度 中部在36 南部也在36度 而到了外島地區來說的話 一個禮拜都是屬於 晴朗而穩定的好天氣 小丁明 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 高溫的天氣要記得補充水分 小心別中暑了 還有陽光強 防曬工作不能少 建議一個時間點 上午10點到下午2點鐘 最熱最曬 減少戶外活動